ok 同学们 叫没有看这个一年级科学活动本 我们来到这个第19页啊 所以这个是单元是人类 所以练习二 我们的感觉器官与哪个官能有关系 所以画线连一连 所以我们这个左边这边呢 我们是感觉器官哦 右边呢 这边这这个就是叫官能哦 所以他们有一点点分别哦 所以看到第一个我们的这个眼睛哦 所以可能你要复习回课本第26页 那么有这个感觉器官哦 我们有总共五个哦 ok 看我们有眼睛 耳朵 鼻子 舌头 还有皮肤哦 所以我们的这个 我们要挖到对的这个官能哦 所以眼睛呢 你就想到 你用眼睛来看电视哦 所以就这个是视觉哦 所以这个电视的诗 这个是视觉 ok 这个是觉得的觉 不是睡觉的觉哦 在这边是读觉哦 所以眼睛你会看 想到这个电视的诗哦 所以视觉 再去我们这个鼻子哦 那么鼻子是嗅东西的哦 所以那我们是 这个嗅觉哦 那么一个口 一个臭哦 所以这个我们是讲嗅觉 那鼻子哦 嗅觉 这样去呢 OK 我插掉一点先哦 给你下去 我们的耳朵 那么耳朵是拿来听哦 所以有时候 你 呃 老师 可能多数会给你听写哦 所以就是 听觉哦 所以这个听字哦 所以你就 所以你就 我们用耳朵来 听东西哦 那么这个就是听觉 这样去 我们有这个 手哦 那么手 我们多数是拿来摸东西哦 所以呢摸我们就接触哦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讲是触哦 触觉 OK 所以这个是读触哦 不是读脚虫哦 那么是读触哦 所以这个我们是 摸东西哦 所以就是 我们讲触觉哦 比如说你关着眼睛 你摸那个榴莲哦 所以你就用手来摸就可以感觉到它是什么水果 这个是触觉 那么接下去 那我们的舌头哦 那么你很常吃这个 可能你 你比较喜欢吃 冰淇淋哦 阿斯克林哦 所以这个舌头 那么你尝到的味道都是甜哦 所以这个是 我们讲味觉哦 所以味道哦 那么我们有甜酸甜酸苦辣哦 那么你都尝试过可能哦 所以这个我们讲是味觉 可以记得哦 可以记得哦 这个 再重复一遍哦 那么眼睛 你就想到电视机哦 电视的诗 鼻子嗅东西的 嗅觉 那么耳朵听邪 那么就听觉哦 那么手是摸东西的 就触哦触摸 所以触觉 舌头 我们尝那个味道哦 所以就是叫味觉哦 OK 所以就这样啊 那么这个是一年级科学活动本 我们来到这个第十九页哦 所以如果ok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subscribe哦 那么可以看起来有关下video在这边 那么在这个video下面这个链接你可以按哦 你可以加入哦